中午 經紀錄 中午 經紀錄 中午 經紀錄 中文 經紀錄 大家好 我是今年的畢業生 我是鄭子晟 湯米 我在香港大學讀金融科技的Year One 金融科技是甚麼科 其實金融科技就是 電子支付、網上理財 又或者去到人工智能 都是關在Year Four 為什麼你會選擇這科技 我猜是因為中午 那年的时候,我们的校董Mr.Lee,他是一个大老板 他开了一班教我们一些BAFS的同学 关于投资理财的一些小技巧 自从那次之后,我对这方面就有了兴趣 慢慢发觉原来金融科技对这东西都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就选了这一科 原来是这样,那苦老会中学怎样帮你实现你的梦想呢? 其实我这一科其实也算是一科比较新的科 所以他也是比较着重于培训未来的一些领袖出来的 我在苦老会中学的期间 都是参考过一些关于培训领导财能的一些活动 例如是社长,我中五那年做了南社社长 在做社长的过程,当然就要培养到我的领导的财能 而且我也参考过一些活动,例如是东区清能计划 这个计划是一个由东区文静食物处搞出来的计划 就是给一些我们东区的学生去培养领导的财能 我们当中其实有参考过一些,例如是去一些计划 去一些企业那里访问一些,例如是CEO 或者我们都去过海外,去过韩国那里交流的 所以就在这些活动之中,我都觉得是培养了我自己领导的财能 或者跟人沟通,合作各方面 就会令到我那个社交圈子或者我那个眼界都确阔了 我想问一下你在中学生涯里面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片段呢 我其实难忘的片段如果要讲,就真的好久都说不完 但如果你说最难忘呢,我想就是很多人都会的 就是我们方科的时候就有个class concert 当然啦,我们班上的同学都不是个个都是对音乐来 这样的兴趣或者这样的研究 但我们大家都为了这个concert,就放了很多心机下去 出到来大家都很喜欢,就是很喜欢这个concert 所以我们都很难忘的这个回应 另外就是我刚刚说过,我是社长来的 在那一年做社长的期间,我们就搞了很多社的活动 亦都是怎样去团结我们一班的社员 其实都是一门学问,很难的这件事 那我们都是比较难忘的回应 那当中其实我都跟了一些 譬如低方的同学,我们的社群 都建立了一个好的关系 所以都比较难忘的这件事 明白,那你在中学生涯里面 有没有拿过什么特别的奖项呢 奖项都有的,是的 那中四那年就参加了一个叫香港机关王大赛 那它是要我们四个人就要砌一个模型出来 那当中其实都很讲求人的沟通啊,合作啊 还有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知识和技巧 因为其实可能你只要有点差错 就可能会整个东西就没办法了 但是最后我们也拿了第二名 最后就去了台北香港 就去了台湾参加世界机关王大赛 也都是拿了第二名的 那都是一个比较难忘的回应 因为它是由我们现在的校长Mr. Yeung 是带着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比赛 所以都是一个很难忘的回应来的 那另外就是我们参加那个叫做ICAMFLY的一个计划 这个是国泰航空公司搞出来的 就是给我们可能对一些航空有兴趣的人 就去参加这个计划 那学校都很好 因为都给我们不同的机会去摄入不同的范畴 例如航空业也有 或者是甘荣业或者物理方面都有 那这个ICAMFLY的计划呢 就是我们学员就去了香港的机场啊 或者国泰城那里就了解多了关于学工业的东西 我都是被人选中了就去了澳洲 就免费试飞了一次 是的 那都是非常难忘的回忆来的 那我再说一样 就是我在方科那年 都是拿了这个香港学生运动员奖的 那这个奖就是为了 可能是加去我们 就是在运动方面有成绩的学生 那你见到这些新装束 都是非常运动型的 是的 是的 我都是很喜欢做运动的 所以其实在这家学校里面 是有不同的 就是可以给我们试试玩到不同的东西 因为我自己也是有玩很多的活动的 例如运动也有啊 或者是读书那方面都有的 所以其实 是的 在学校都给了很多机会我去玩不同的东西